對於現在的我來說 面臨到的選擇就是 專心做好幾件事就好 當你什麼都想要 你就什麼都做不好 哈囉大家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閒聊 為什麼想要聽我跟水哥出去旅行的系列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累了 這種累是我覺得也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經營自媒體 那我先跟大家簡單介紹我自己 就是我的狀況比較特殊 我本身也有在經營IG 然後我的賣場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賣家嘛 那我的賣場 我的公司也都是在IG這一塊 那YT是因為我就是 IG的帳號 不見了兩次 才會想說要經營YT 但經營YT之後就發現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很多人接YT 它是靠業配為收入嘛 對 但是我始終還是 用我自己賣東西的收入 去維持我YT的整個運營 然後加上我又沒有在接業配 所以其實我後來發現 就是現實跟你的理想還是有差距的 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想要做歌手 做音樂也是要非常燒錢的 如果他不先去賺錢 那如果沒有唱片公司願意來投資他 他也沒有辦法 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子 有一些資源 讓他去做很多像MV啊 或者是幫他譜曲的人 或者是很多樂器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種種的其實細節很多 最終來說 都是需要錢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做YT已經兩年了 然後這兩年之中呢 從一開始的一個禮拜一支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已經就是改變 一個禮拜兩支 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我到現在 就是真的有一種 受不了的感覺 我所謂受不了的感覺是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為了要維持一個禮拜兩支 變成說我完全沒有生活品質了 可能以前我在IG 我想要發什麼 我就直接發 就是那種即時跟粉絲互動的感覺 就沒了 少了一種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 必須要先把這件事情先忍下來 然後等到YT的時候我再發這樣子 然後我順便跟大家講解一下 長影片跟短影片的邏輯好了 這個長影片我先來講 MALDIV3集好了 其實MALDIV3集我花了大概那個毛片 未整理的 差不多五個小時左右 也代表說我這個人 就是我本人 我拍了五個小時 而且這還不包含我已經刪除的喔 所以你們看到的這三集 是這五個小時內濃縮的 再來 如果我是要請剪片師來幫我剪這些片的話 那我一定要先跟他們講解 就是這三支片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欸 不好意思 整個在下雨齁 停根的原因有某可能是因為我 我發現我不管到哪裡都會爆股 我想要說的事情太多 然後導致我現在就是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感覺 我發現其實我只要專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YT兩根又讓我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處境 就是這個過片啊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到底要留什麼樣的片段嗎 也許我的同仁可以幫我去抓剪片師有哪裡剪的錯字 可是重點這是我的頻道 就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是怎麼樣的內容 所以在馬爾蒂夫旅行的時候 然後可能我在過片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一下子要發IG限時動態 我一下子要發我賣東西的 他講解一下賣東西這件事情 真的是你有發 你有去做廣告 你有去曝光 才會有收入的 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這麼簡單的 很多事情都一樣 不含我覺得現在YT也是 所以我真的真的打從心底 非常佩服那些就是在做YT的 然後那些餐點都已經上了 我看到他就 就一個大男孩嘛 對啊 然後他平常就這麼冷酷 可是他會這樣子 然後我說你怎麼 你幹嘛不吃 他就說你還沒拍我不敢吃 就是這種貼心 為了我在做自媒體工作 為了我的粉絲 為了我的觀眾 然後加上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跟他在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說寶寶幫我拍一下 幫我拍一下 然後他幫我拍照的時候 他差點跌入那個水裡面 我就看他那個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大腿就是 因為他之前有那個跳舞 跳舞底子嘛 所以他其實反應很快 然後他雖然沒有真的跌到 可是他的大腿邊邊然後劃到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就是覺得很心疼 就有時候就會想一想 不發漲大腿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在追求自媒體 我們在追求油亮的時候 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個 取捨有一個平衡點 啊我這樣子去旅遊 拍攝的時候就是已經花了 五小時以上了 然後你還要再去過你 之前拍的片 來維持你的一週兩更 接下來你還要滿腦皮去想 這個標題 這個封面 然後你要呈現你的大方向是什麼 對其實我覺得長影片 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這麼簡單的 然後賣東西也是 我就覺得說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已經太要爆炸了 我覺得好難平衡 這種感覺就是已經快崩潰了 有這麼嚴重嗎 有 感覺就是一件在 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雖然我知道我經營了兩年多以來 從一開始可能 欸那時候好像六七千粉絲吧 到現在五萬多了 然後甚至我也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謝 就是一直陪伴我們生活 一直在收看 然後一直在關心我們的粉絲朋友 因為其實我的 Follow人數才五萬多而已 可是有時候一支影片就是 四萬多然後五萬多這樣子 那代表其實我覺得我的受眾群呢 就是會來看我的人 其實還是很多 但不一定會有追蹤我 而且甚至是 90%都是從IG來 謝謝大家 所以我決定 以後呢就是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真的會暫時停更了 因為 呃我這個拍四五個小時 然後為了要濃縮不同集 然後又怕這一集集沒有重點給大家 導致就是真的浪費太多時間了 因為其實我真的會很希望 自己是真的開心的狀態 那我這樣子去分享很多內容的時候 我是真的開心 大家才會覺得開心 能量都是會傳染的 所以我覺得我也要去調適我自己 我以後還是可能旅行的時候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在IG上面分享給大家 最即時 然後或者是文字啊 或者是照片啊 小短片 但我覺得長影片實在是太消耗人了 嗯 這是我真的 打從心底 認為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是 自己經歷下去之後 才會懂得說 欸這一切真的很不容易啊 真的 各位 各位YT前輩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也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想要經營自媒體的人 其實我覺得YT的變現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低欸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已經經營自媒體11年的人了 真的非常低 所以做YT可以幹嘛 除非你真的是要接陪伴日 所以在未來 我的頻道 就是可能 會維持 一個禮拜 一個 或者是說 我覺得真的有必要做成長影片 再分享給大家 但目前真的是 好多都值得做 最後我也是想要就是 感謝一下我的男朋友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 非常支持我的決定 雖然他有時候就是 之前都不太懂收音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收音到底是什麼 就是收音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可能別人不要咳嗽 或者是不要有痛吃麵包的聲音這樣子 收音不是說你不要講話就好了 因為這樣子觀眾可能會聽到其他的聲音 對 啊最後大家也不用想太多了 不是以後都不上片 就只是可能上片沒那麼輕了 或者是 大部分都會分享在IG 那如果有必要做成長影片 再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長影片真的超燒錢 也超花時間的 那 我覺得人真的是要有停順點 然後知道 自己適合什麼 然後自己不適合什麼 然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已經在消耗我了 然後 我覺得生活又 過得比較快樂 所以我常常會去找原因 然後我是一個 找到原因我就會想辦法去改變 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對 因為我不想要 有快樂 然後我不想要焦慮 好不容易都撐到這裡來了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 你適合自己的方法 找到 適合自己的方法 找到 你覺得快樂的事情 不要成為消耗別人的人 然後一定要努力 消耗你的人 拜託 我會怎麼到 他會怎麼到 說 我會怎麼到